站住 你等是何人部下 我等是马参军部下 特回大营报信 有何军情 魏军围山火攻 截停失守 什么 截停失守 高翔魏延两位将军全去救援 军被卫兵杀败 乘下 关刑张包 在 你二人各领三千兵马 沿武宫山小路而行 如意卫兵 只可鼓噪呐喊全座宜兵 以惊吓敌人不可大战 待卫兵退进 速回杨平关 是 张义 在 你引兵速去修整阁道 以备归路 是 江卫马带 在 你二人各率本部兵马断后 先赴于山谷之中 待大军退进 方能收兵 是 杨长使 是 丞相 你速派人报之天水南安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迅速撤回汉中 令派新副之人到济县接出江维老母送往汉中 是 张仪 张仪 你随我引五千兵士退往西县搬运粮草 是 是 丞相 丞相 保重 去吧 大事 去医 好 父亲 父亲 我军为何不乘胜而进 直赴杨平关 打开入手通道 皆听小盛 乃一时之侥幸而 诸葛亮非等贤之辈 我若去取杨平关 他从背后掩杀 前后加攻 我军必败 那父亲现又何必亲率十五万大军 去取山辟小小西县呢 西县虽小 乃属军屯粮之所 有当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总路 若得此县三郡亦可负得 你 带前队前往西县少探 是 切记小心 谨防扶兵 是 你多带会计 监护我军两侧 看是否有属兵行动 是 大军徐徐前进 直奔西县 是 丞相 军粮要火速运回汉中 不可留给魏金 是是 趁魏金尚未赶到 你等要将军粮全部装完 是 接到丞相吉令便点凉装车 现已装好一半车辆 好 丞相 司马大军十五万 奔西县而来 将粮策捡起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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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